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位于四川洛山市的乾維苑 每年三、四月 不僅欣賞油菜花海的好時機 當中更加有一個吸引游客的景點 就是被譽為比紅貓更珍貴的國寶 家洋蒸汽小貨車 家洋小貨車有60年歷史 初期運送煤炭和乘客 80年代鐵路起點的地方 停止產煤 煤炭運輸也改以電力機車進行 但居民仍要依靠小貨車進出山領 成為了全世界唯一 還在營運的窄軌蒸汽火車 每年春季油菜花盛開的美景之下 蒸汽小貨車的汽底噴出白煙 穿梭於鮮黃色的花海之中 吸引了各地無名而來的遊客 薏泽妮 迷人自然角度 見證保育食果 AllChinaStory.com 全身感受當代中國